交警阵在车阵中吹哨指挥交通 就是因为上班时间车流量实在太大 来这边上班时候就这样子了 大概多久了 七八年了 一两件有 我觉得一两件以上 之前都有改善 可是还是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车多事故也多统计六都六月车祸伤亡人数 受伤人数台中最多逼近四千人 其次是桃园市 而死亡人数的部分除了双北市 其他四都都超过二十人死亡 甚至台南最多一个月就有二十九人死于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居贯的台南市 因此被批评根本是患上交通癌 于是八月开始针对永康中正南北路 大湾小东路等六条易塞车路廊 执行四大改善策略 包括绿灯周期延长增设左转道及带转区 同时加派警力及运用智慧交控数道 改善的绩效有比较好 大概是介于6%到15%之间 那不过从9月份开始 车流的提升大概是有7%到15%的增加的量 不过我们的改善绩效比起7月 还是有这个2%到3%之间的这个改善的幅度 在轻轨落实之前 我们还是要加强公车系统的僻件 那也要加强这个交通的执法 以及交通方便的交通设施的方便性 古都台南路窄又密集难以对外拓展道路 在大众运出工具更加晚辈前 恐怕也只能倚靠精准的交通执法减少事故 欢迎新闻成员外 吴明叶白云飞台南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.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逻辑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